好,我们来看概念3 概念3叫平行线结比例线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名词 什么叫比例线段 来看一下这边 比例线段其实跟这个比例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2比3等于4比6 我们在数学上我们就说 2,3,4,6这四个数字呢 会乘比例 乘比例呢就是两个比例会相等的意思 再看第二个 如果呢这个A比B呢等于C比D 我们就说ABCD这四个数字 也会乘比例 就是A比B等于C比D嘛 好,再来那如果是线段呢 如果AB线段比CD线段 等于EF线段比上GH线段 我们就说这四个线段会乘比例 跟上面是一样的意思 那我们特别来讲 特别来讲 乘比例的四个线段 我们在数学上叫做比例线段 比例线段 其实比例线段呢 它其实隐含了一个含义 也就是说这四个线段 它其实就是会乘比例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 什么叫做平行线结比例线段 那一定会有一个平行线 那我们这边呢 这个题目是这样 有一个三角形呢 BD跟CE这两条线呢会平行 然后题目给你 题目给你什么呢 左边这两段呢 叫做2比3 左边这两段2比3 那AD比DE右边这两段几比几呢 你用猜的猜猜看 没错 就是2比3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也就是说呢 如果有两条线平行 BD跟CE平行的时候 AB比BC是2比3 我们可以得到右边的AD比DE 也是2比3 也就是AB比BC会等于AD比DE 好,那根据我们刚刚左边来讲的 也就是这四个线段会乘比例 那这四个线段乘比例 我们把它叫做比例线段 把它叫做比例线段 好了,也就是从平行 从BD平行CE 我们可以知道 左边2比3 右边也会是2比3 那也就是说呢 左边的比例呢 会等于右边的比例 那我们就说 这四个线段形成比例线段 那比例线段怎么来的 它是从平行线来的 所以这个性质就叫做平行线 截 什么叫截呢 就是平行线画过去 可以得到左边呢 是2比3 右边也会是2比3 左边的比例跟右边的比例是一样的 所以左边跟右边会乘比例 这四个线段形成比例线段 所以我们把这个性质叫做平行线截 比例线段 那我们先呢 先把这个名词搞懂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的往下延伸 我们这个概念先讲到这个地方 再继续我访问